I like radio 中國流星網 起離世界 歡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的大牌檔案 讚啦 每次聽到大牌檔案的時候 就是告訴大家 又有一些檔案要跟大家分享 美食的檔案 特別邀請到了兩位美女美食家 也就是陶里君的名 兩位好 大牌好 聽眾朋友大家好 好 我們今天其實上一次 我們聊那個月事的點心的時候 然後就有很多的朋友反饋說 這兩家真的都非常好吃 但是月事真的不止說只有點心 因為現在月菜是台灣中餐廳的主流 所以幾乎各大飯店的中餐廳 其實都在做月菜 而且也符合大家的口味 就畢竟是我們傳統的中華美食 然後再加上 其實大家好久不能到香港澳門 所以那種想念的滋味油然而生 而且台灣現在這些師傅 很多都是從這些香港 從港澳挖過來 我自己覺得 Mia可能也是完全有這種感覺 就是我們現在就是重金禮聘港廚 港月廚來的我們的大動作 還有我們的手筆 其實是我自己覺得 其實是讓本地的消費者很有口福的一種做法跟選項 所以我們幸福了 對 所以有時候其實以前 其實像我跟米兒的感觸可能特別 就是說以前我們真的就是想要吃好的月菜 就會說那一定要到香港 對港澳 就是你的選項就會 你腦中浮現一定是這個 印象深刻的 可是這幾年我說實話 真的就是譬如像雅各 他們請的廚師 還有龍樂 龍樂 八五天地 對其實他們都把當地 其實就是我們真的就 隱以為覺得他們是非常好的廚師的 大哥大吉的就帶進來 而且他們也願意 而且他們都不是 我覺得他們都不是來虛晃一招 他們都待很久 然後也正在這邊帶人 帶子弟兵 我覺得這件事情的做法 真的是讓我們的月菜的水準 而且之前我們米其林有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三星就是給了移工 就是給了月菜 可見我們月菜其實是很成熟 也是一個主流 那今天就是再請兩位美女 幫我們分享一下 最近其實也有一些新開的飯店 新開的餐廳 然後他們其實邀請了大師級的人物 然後也來做了不少的美食 但可能平常大家就沒有注意到說 他們原來是 所以飯店裡面還有一個餐廳 是這麼赫赫有名 或者是這麼好的 那最近有一個維多利亞酒店對不對 對 它的雙喜中餐廳 對 然後它最近這個酒店 也得到了LSH對不對 對 就是精品奢華旅館 SLH Small Luxury Hotel 其實我本來就對維多利亞這間飯店 其實還蠻有好感的 因為它所在的位置 然後整個精品的氛圍也蠻清楚的 但是我覺得它在疫情期間其實付出 但我知道它拿到這個認證 就通過徵選 我其實覺得其實也是合情合理 因為其實它在疫情的時候 他們其實都 我覺得他們軟疫情都不敢放鬆 就是說明明知道客人也不上門 但是客房還做remodel 對 就是重新remodel 所以我覺得就是 你就知道說它其實很希望就是 還有心 就是希望疫情過後 大家回來的時候 其實是不是來一個就是好像說 就是隨便給你一個東西都會承接 沒有說我覺得它在軟體跟硬體 其實都做了準備 所以拿到這個認證 我當然覺得說是個肯定 但也同時我沒有覺得意外 就是很替它開心 但我覺得它的中餐廳 因為它也當然找了一個蠻年輕的廚師 對 蠻年輕的廚師 還待過雅各的師傅 對 來我看一下這個師傅叫什麼名字 我覺得蠻可愛的 欸 跑掉了 我要特別介紹一下 因為我自己覺得維多利亞其實在這樣 它算大直嗎 大直 它算大直 對 那個位置上 然後我覺得他們其實還蠻認真用心的 那因為老實說 其實現在我去了很多的 就又開始跑很多國家 我發現再重複去住某些酒店的時候 其實他們真的都感覺上比較老舊一點了 或者是蕭條一點了 但是疫情過後 他們現在就是開始局部局部的 一部分一部分 那維多利亞也許是占便宜 站在small hotel small luxury hotel 就是他一定房間不是多 所以他可以一口氣的把它做好 也真是不容易 這個主廚叫吳宇軒 對不對 他才35歲 很年輕喔 而且我們訪問他說他很害羞 對不對 他其實蠻靦腆的 可是我覺得他的創意 可能是因為他年輕 所以他的創意非常的好 但是他從很小就開始進這行 雖然說他年輕 但是他資歷很深 然後因為我覺得他可能跟年輕人會比較有接軌 所以他的創意就會比較偏離老菜的那一派 他其實蠻清楚的 你跟他的菜你就會覺得說 就是完全是跟我們傳統的那種做起來不太一樣 我那天吃到 我那天吃到 你先說一下你那天吃到印象最深刻 我覺得就那個玫瑰 玫瑰矗粒龍蝦球 就是他把它做成紫色的 有點那種很紫色的 他是傳統的粵菜那個蝦球 蝦球改變的 對對對 放了玫瑰 對 那因為他又放了那個有機的那個玫瑰醬 就是其實他有點 就是把那個傳統粵菜的鳳梨蝦球 他的把鳳梨改成野莓 對對對 這個我印象蠻深刻 就連色澤都不一樣 其實連色澤都不一樣 我那天吃到我印象最深刻 我必須說我是喜歡那個泡椰三椒 淨斑片 我跟你講真的我滿面念不忘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用土雞的濃湯 跟那個老旺煙的那個泡椰三椒 然後配上那個客家酸菜 他煮出了一個味道之後呢 把那個酸麻辣香集中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我在吃那個魚片的感覺 很夠味 就會覺得鮮味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很夠味 就如果說有一種菜叫做 十足惹味 我覺得就是撐這種菜 就讓我覺得說 因為他最後還還加了那個青花椒 青花椒 很清新的那個麻香味 它是新鮮的 新鮮的青花椒 所以效果很好 這是我自己 他們在吃這個菜 看樣子這個小帥哥 已經打動了兩位美女的芳心 另外一個他有一個什麼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好像是活青蟹用咖哩 然後不是他旁邊還用的那個水潤餅 黃油咖哩青蟹 那個水潤餅是客家的 客家的水潤餅 這個我也蠻喜歡的 我就覺得就是 你知道就是把那個 單純的麵粉香跟獨特的 因為他的那個 麵粉裡頭有一點肉桂 然後他跟著配上那個 紅油咖哩這樣一起吃 我是蠻意外他這麼合拍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選項 可是我最愛吃的是 摩登復古小炒古 就是有點像 我們沒有吃到這一道 真的假的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的菜單沒有 有脆米 不是嗎 那是另外一個 脆米是另外一個 然後他是有加了那個 他是用那個 咖啡排骨的那個做法 對對對我們沒有這一道 怎麼可以沒有 我們沒有這一道 他還加了咖啡梅跟咖啡粒口酒去做的 他創意好酷喔 對我覺得他創意非常的足 而且就是做出來的 就是一般我們想要咖啡去入菜 你會覺得有點奇怪 可是因為他加了那個咖啡梅下去 然後再加上咖啡的濃縮液之後 然後就讓那個整個就是咖啡的淡淡的那個香氣 然後跟那個有點酸甜的味道 就有點類似像酸甜排骨 你看他是有可可的跟那個咖啡的那個香味 我就覺得非常的棒 因為這個東西 其實我在新加坡曾經吃過一個很類似的做法 是用那個可可醬去做的 然後他就是因為也是要融入酸的元素去 就是鹹酸甜兼具 那我覺得這道菜就是 也會覺得是小排骨 因為它帶骨嘛 然後啃起來就很爽 很爽 很過癮的意思 而且我覺得其實他們特別會弄那種 就是有點甜 但是那個醬汁是濃稠的 然後他吃起來的時候 你就會有蜜汁的感覺 然後你就會想雲指回味的那種感覺 那個骨頭又可以縮出那個蜜汁 但我每次吃粵菜的時候 我還是覺得煲湯是他們一個重頭戲 對不對 所以他們的老火煲湯 老火煲湯也好 這個也做的蠻好的 這個也算是做的蠻好的 就是因為其實我覺得 樂菜在台灣跟在港澳最大的不同 是台灣的樂菜 反而沒有那麼強調煲湯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就是因為像我們在港澳 其實吃樂菜之前 因為他們都會先喝湯再吃菜 可是台灣好像就沒有這個 沒有那麼那樣明確的蜜蜜 但是還是會有煲湯 像上次我們有介紹的那個龍軒 他們的雞湯也就是超級大一鍋 然後也是煲很久對不對 所以你就會覺得那個湯 就算是你當時吃不完 然後你拿回家去 打包回家還是很好吃 蒜個菜或者是煮個粥 是是是 真的非常好吃 那我多利亞 我覺得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讓我超意外 就是它的和牛包 你們有沒有吃到那個 我們兩個不能吃 你們兩個不能吃牛 你們兩個不能吃牛 好可惜喔 牢牢記住 因為它的和牛包怎麼來 因為他們樓上不是有個168牛排館 對啊168牛排館 就是我們也有吃啊 當然也是吃雞 我們是有帶回來給朋友吃 你看這是三顆對不對 不是 和牛包嘛是這個 和牛包 它長得像生煎包 對就這一顆 我現在要拿出實證包 表示他們沒有虧待我 還是有的 對 然後他那個 就是他把168他們修下來的那些 和牛的邊角肉 然後拿去做那個內餡 一點都不浪費 但是好好吃 因為168牛排館 他用的牛肉一定是好牛肉 然後你加好牛肉 即使他修出來的邊角 然後再去加黑胡椒 我那時候吃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像是 和牛版的 叉燒包 不是那個 胡椒餅 胡椒餅 對 所以你就會想像 胡椒餅的那個 很夠味的那個 黑胡椒的那個香氣 再加上和牛 那台北這個168 Daring這邊是沒有 對 因為它是放在粵菜 我覺得應該是 他們兩家的 就是和牛的部位 拿去雙喜中餐廳 來做這個東西 但我覺得雙喜的中菜 還蠻讓我驚豔的 對 因為主要這個餐廳我也蠻喜歡的 就是它其實是 就是整個成色 就是它的鋪陳的氛圍 其實就很幸福 所以它的名字就是雙喜嘛 而且氣洋洋 我記得它好像 就是以包廂為主 其實我覺得就是從疫情之後 好像大家都會更喜歡 坐在包廂裡面用餐 那因為無論是家族聚餐 或者是朋友聚餐 或者是商務宴客 我覺得包廂的方式 其實都比較適合大家的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中國雷星網 起離世界 歡迎各位再度回到大牌檔案 今天邀請到了兩位美女 也就是陶里軍跟米兒 一起來分享美食 那麼剛剛一期延續 是上個星期 上一次播出的時候 是粵菜點心 現在是粵菜裡面的經典菜色 就是一樣都不能少 但是台灣其實 這些大飯店 還有這些餐廳做的是相當的可以 一個不錯 所以人家還會拿到米其林心 或者是推薦等等的各方面 我們來聊聊湘工吧 湘工當然就是我們要聊他 很是因為他有一個天菜主廚 而且我後來才看米兒笑成這樣 因為每次要看到一個帥哥 可以跟米兒搭配的身高就不容易 他真的是又高又帥 就是挺拔啦 而且我覺得人家還很大方 就沒有那個不好意思 因為他還做過model 對他做過model 走秀過 他現年才35歲 我後來才發現 他這麼年輕 其實維多利亞那個也是35歲 他們就是生在吉隆坡 然後是華僑移民 我覺得那個廖靖輝的菜色 當然因為我是先吃到蘇全輝的王月輪 然後廖靖輝就是後來就是被網羅過來到湘工來做 那其實我覺得廖靖輝的幾道 特別是我記得他們雙廚的時候 好厲害喔 他們都有分開一下 他有一個菜我印象很深刻是金箔百香果 脆蝦球 就是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百香果 但我想說他一定是 通常我覺得一般的主廚都會放那個芒果 但大家也放了 可是他後來也把百香果放進去 我覺得非常合拍 我有問他說當初怎麼想到 芒果當然是覺得沒什麼 就大家都會用 但他就說因為他覺得他想要增加更多的香氣 然後也不能搶到芒果的味道 所以他試過之後他發現百香果很適合 其實百香果跟芒果本來就是非常非常對味 他就覺得試了一下 他也怕搶味 那他覺得 我覺得他在呈現這個的時候 把那個蝦 就是那個蝦的 因為他做蝦球 把蝦球的味道處理得很好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做這種 就是怎麼說 就是做類似像這種有帶點酸甜味道的 然後他又會放一些美乃滋煉乳 可是我覺得一弄到最後 我的蝦的味道都沒了 就膩掉了 對 我大部分知道都蠻膩的 但是他我覺得這道菜 因為他的那個酸味把他整個膩味給蓋掉 做得很好 而且他有放一點點的金箔 就是很貴氣 對很貴氣 可是又不會讓我覺得說 就是一個 勾勾太太的蝦球這樣子的蝦菜 金箔百香果香芒脆蝦球 所以這個是給大家甜 就是必點了 現在我們兩位美女都說 它是必點 而且這些都可以單點對吧 對 然後他的那個黑松露蟹蟹角黃 他這個點心也做得很好 就是說你看到這種蟹蟹蟹的 我覺得就是考驗廚師的基本功 但我覺得你就看得到說 他的基本功很紮實 他把一道這樣的蟹角 其實就是蝦角的東西 然後放以蟹為主把它呈現 但做高級版 可是我覺得他在高級版裡頭 你就看到他的基本功 是做得非常紮實 但我有一點抗議 那天我們就一直在講說 他那個異豆年糕 衝爆頂級澳洲和牛 因為我們兩個不吃牛 但是他的味道又超級好吃 所以我們一起吃那個年糕 那個年糕其實才是最好吃的 所以大家就說要增加 然後一開始 而且每個人只有三小粒 就是指甲蓋這麼大粒 三小粒 然後一吃料主廚就說 還解釋他說應該怎麼樣 怎麼樣前面啊怎麼樣 我們就說 其實但我們現在告訴你 我們就剩下費者 我們就不夠 我們就剩下年糕 對 你要多一點 其實我覺得他那個年糕 就是因為吸了那個和牛的汁之後 天啊整個就是比和牛還好吃 因為他本身有QQ的口感 然後再加上那個和牛的 那個鹹鹹香香的味道 真的 我也是專門在吃那個年糕 所以你看不是只有我們 很多人都是這樣 然後他有一個菜我覺得也做 XO醬花椒龍膽寶 這個我覺得他做的就是味道 蠻入味的 他其實是 我後來有問他 他說其實是前任下工餐廳 就他之前帶的一個主力的菜色 招牌菜色 但因為當時是用筍科魚 可是後來他來的時候 他就改成了龍虎斑 然後他因為 但是因為通常石斑魚的肉 不是很能好處理 就是大部分有一半以上是會處於失敗的狀態 但我覺得蠻成功的 這個做出來 因為他用文燒的做法去處理 所以他其實把這道菜做得很稍微 他上座會淋上那個酒 對所以其實你吃到的那個香氣 我覺得做得非常的好 這是我覺得他其實幾道 就是說應該是這樣講 雖然他很年輕 那我覺得他很敢做 他表現創意 我覺得都是我理解的 像我就很喜歡他前菜有一個 那個法國魚子醬鮑魚折花 對對對 因為他那個一般海蛇皮 就是海蛇的部分 當然都是用醋去量拌而已 可是因為他加了鮑魚進去 然後再加上那個最後那個魚子醬點綴在上面 然後他還加入蔥花跟辣椒 還有那個一點那個醋的那個香氣 所以他其實吃起來就是非常的爽口 然後而且可以就是讓你覺得很有胃口了 突然之間開胃了 而且他擺盤超好看的 他擺盤很漂亮 對就是因為鮑魚他本身旁邊的那個裙邊 他是有一點點灰黑色的 然後再加上鮑魚白色的肉 他把它切成絞狀之後這樣子錯落的排在那個 有點透明的那個海蛇的中間 他這個的確是菜色呈現得很好 而且他因為他後來有淋上那個比較熱的那個 他自己做的一個香料油 但是所以他那個香氣其實是很特別 就這一道菜就是很不俗氣 因為我覺得其實你很容易就把它做的 其實就是一般 可是我覺得他因為他自己的自己的調味 所以讓他就是像米兒說 就是一真的吃了就會很難忘 對因為一般的餐廳我覺得就是很 因為可能台灣人比較沒有吃涼菜的習慣 比較沒有 對所以就是台灣人對於涼菜這個部分 其實比較沒有那麼重視 所以通常就是很簡單的什麼涼拌海蛇之類 就是涼拌川耳之類的那種小菜 就大家耳熟能詳的那些小菜 可是他這道涼菜就是做出一個高級感 跟讓人家有驚豔的感覺 另外一個我其實那天我一直在研究 什麼叫日月魚然後燉鑼頭 然後那天那道菜也蠻受歡迎的耶 日月魚是小魚對不對 我那天沒吃到這一道 日月魚燉鑼頭是因為是蘇全輝的菜 所以其實就是分開了 它是分開的 但是那天我們其實吃到那個雙灰的菜 他們其實是各自表現了他們精彩的 它交叉的呈現 其實是蠻好的 不過那雙灰映月這件事情已經過了 三十號就停了 所以這個現在已經是八月十號了 香供你就可以完整的吃到廖師傅的拿手菜 我記得它的酒香燉三寶也做得很好 因為它是燉燉窩 花椒跟瑤柱 然後它其實 但本來這道菜就是傳統的廣式的燉湯 就是因為這些菜色 就是你看得到了燕窩花椒 瑤柱也是 就是主廚要處理乾貨 要去把它發泡啊燉啊 但都要花上十幾個小時處理 所以選料 但選料更是之前就要先選好 可是我覺得它在花椒處理 就是你真的你喝到這個燉湯 你就會知道說它其實每一個 很厚實 對每一個程序 這樣那工序它都做好了 然後它泡了 都該泡的該發的然後都弄好 最後它用日本 就是我其實還蠻 就吃到最後我覺得 它是用那非常頂級很高的 應該算是A級的那窑柱 把它蒸出來 讓它整個味道很鮮 真的是完全不手軟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中文雷星王起立世界大牌檔案 今天給大家一系列的 這個月式料理的好菜 那其實喜歡吃點心的 上個星期我們上一次的節目當中 我們其實已經跟大家播報過 大家可以上YouTube去找一找 那另外呢就是我們講到說 其實大燕小酌都可以的月菜 其實是我們其實是非常懷念了 經典的廣式料理當中會有哪一些 不過其實我覺得我們上次其實 為了吃這個菜 兩天一夜的桃園小旅行 那華航所屬的諾富特酒店 對因為諾富特那時候 我們會特地跑去 就是因為他們把中師傅 就是很資深的中師傅給挖過去 他真的是蠻資深的 我現在有印象 他之前在那個喜萊登的成員 待了很多年 而且師傅真的好會跑喔 我覺得就是他們的底子 功力很大 然後一般的餐廳看到就會挖 譬如說他就希望你來鎮店 我覺得是很難理解 而且他們每到一個地方都可以 創一些新的菜色 我覺得這也很厲害 或者是他有一些拿手菜 像他的那個 那個什麼排骨啊 他有一個得獎的菜 是有一個鎮江醋肉排 對 鎮江醋肉排 他得獎菜 那個真的是我百吃不利的 我們那天好像每個人 都想打包一份鎮江醋肉排走 對 因為他就是做得非常入味 而且他的排骨那麼大一塊 但是他大概有 我目測大概有十幾公分長的那塊排骨 可是他能夠把整塊的味道 從外面到裡面都非常的入味 我覺得這點就很難 因為他其實 他那個醬汁其實有點粘稠 沒錯 就坎西的那種感覺 對 可是他最後就是可以把它的那個 因為外面的那個汁的味道 可以進到裡面去 所以要很透對不對 要醃得很透 但肉又不老 肉又不老 然後因為他帶著那個骨邊肉的那個筋 那個嚼勁 然後那個筋其實已經被煮到 非常非常的軟了 所以其實筋跟肉一搓 就分開了 就分開了 所以這個就是最大的功夫 就是你可以讓那個肉軟而不老 但是他可以化 就是用口即化 這個就是真的那種功力了 對 所以而且我覺得其實廣市料理當中 一定是燒辣 絕對不能少對不對 對 它的那個脆皮豬肉對不對 那叫什麼 金磚燒肉 金磚燒肉 那個也好好吃 它那個皮做的就是金黃 然後鹹香 然後吃咬下去就脆 那因為有一些脆皮燒肉 它其實是皮跟它中間那個肉會分離 它其實是皮跟肉都結合得很好 然後它下面的那個脂肪是 咬起來是帶點微微的脆感 但是卻不會太鹹 我覺得那個也是不好做 但是那天其實最快被清盤的就是那一道 因為我想要吃第二塊的時候已經沒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中師傅真的很厲害 你看他現在拿到一個石神 我現在看我的照片 他拿到石神的獎狀 對 他的菜色是拿到的 其實他得過蠻多的獎 然後所以我覺得他其實因為他在桃園 然後其實對台北人來說稍微有點遠 可是我覺得對於比如說桃園林口地區的人來說 其實是你如果想要吃好吃的粵菜 其實真的可以跑去那邊吃 或者是出國前早一點到吃個午飯 他也可以假設現在有假 就是有假的兩天夜在那邊 其實他的住也蠻好的 住也蠻好的 可以看飛機啊 我們就是為了約去看飛機嗎 對 我自己覺得很不錯 其實後來我有再去了一次那邊小旅行 然後他們那時候衛訪就推出了一個 叫做果然有感覺 感覺 香港的感覺 對香港的感覺 對 就港式的菜嘛 然後他就是有一些 就是推一些港點啦 那我那天其實我點了 除了港點之後我點了一道菜 我覺得真的是我爆炸推薦的 叫做避風堂雞翅 喔那個我沒有吃到 喔我覺得那個好好吃喔 這個就是他剛才說的 就是我要再吃的時候呢 就沒了 但我意識到好吃的時候就沒了 對 所以大家都不傻你知道嗎 真的 就是因為他其實一份好像就 他是只有取雞中翅 就中段那一段 沒有那個小拐彎的地方 然後因為其實避風堂 他以前都是蝦啊蟹啊 就是比較少會做肉類 所以那時候我發現有雞翅的 因為我本身非常愛吃雞翅 然後就發現有雞翅的時候 水不愛 又要打包的味道 對然後我就馬上就點來吃 喜歡雞翅就跟我喜歡吃鹹水餃是一樣的 然後因為避風堂那個蒜酥其實 就是他其實就是跟白粥很搭 我覺得那個避風堂的蒜酥喔 不管你是拌飯半粥或者是拌麵都好吃 所以就吃到最後我就很想跟他要一碗白粥 可是就是你知道 他有粥啊我記得 對他就是通常是鴨粥啦 就是我們吃烤鴨的時候就是會有那個鴨粥 然後可是我那天就是因為吃了很多鋼點 其實鋼點澱粉量還蠻高的 所以我後來就 所以就自己有意識到 對 最餓感 最後就不敢點來吃 但是他那個雞翅我真的是爆炸推薦的 對耶 那我覺得其實說老實話 他們家那天大概 因為我們大概有十幾二十個人 然後連讓他們家的這些好朋友們 大家一起來 我覺得那一個大桌真的非常精彩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像吃中國菜 而且我們之前說這樣子 就是一個大桌消費很便宜 好像我們那時候不知道講說 他還有一個什麼菜也是 就是一大盤 我記得是蝦龍蝦也什麼 加六百多塊 然後我們他說就有客人是一個人 對 加六百塊 就送一隻龍蝦 現在不知道有沒有了 那個大家不要今天聽完了以後 就去找人家要 但是他的菜色就是價位是很親民的 非常親民 對 但我們來講一個價位比較不親民的 好了 就是金華萱 有啦你看米兒 我現在看到我的臉書是 八月份是米兒的生日 真的嗎 但是當時不是因為他 當時是Jeff 當時是Jeff 對 我覺得是Jeff 然後 好 那講金華萱就是很難定到位子的 就是我們今天介紹 也純粹只是因為他的菜色還不錯 但是沒有位子 但是沒有位子真的不要怪我們 真的 因為吳師傅的手藝真的太好了 對 我必須說吳師傅的手藝真的好 你就是覺得他的菜色就 之所以會那麼難定 就是因為其實大家都是吃得出來 對 我覺得那個菜色 你知道就是有一個師傅的菜色經常就是出來 不管你點A點B點C也不用交代 永遠都不踩雷的 對 就是他 就是他 他讓我就是覺得一上去 就在那個餐廳坐下去 點菜就是覺得很安心 那當然就是 就像我喜歡名人方的脆皮雞一樣 他這裡的脆皮雞也是我真的覺得很好吃的 就是銷魂應該是這樣說 但我覺得如果來金華萱通常 我會推薦大家一定要點西絲泡飯 西絲泡飯真的是 那個精采了 對 因為其實在疫情的時候 我還會特別點西絲泡飯回家 然後就是在家裡頭 但如果可以在餐廳吃 當然是那個工序能夠呈現 當然是更不一樣 因為你知道他使用龍蝦沙公 然後跟白蝦一起熬煮的那個一鍋 然後紅燕燕的那個湯就出來了 感動了吧 然後最後其實我當然覺得最新 就是泰國鄉民的酥炸 然後倒進去 然後我就覺得 這只能說這就是銷魂嗎 而且他疫情期間他因為這道菜的外帶 然後他聲明遠播 對而且他因為他那道菜因為可以外帶 所以讓金華萱的疫情期間的營收 居然還比平日高 是吧 真的 非常神奇 那個米回去的時候是分開放的 對 它分開放 而且它是每一個料都分開放 它是每一個料然後一盤一盤 我跟你講他那個外帶就是讓我覺得很方便 然後那麼陶裡軍跟米兒呢都大推金華酒店的金華萱 就是不太好訂到位子的金華萱 本來是想說要不要跟大家介紹 因為怕講完了以後大家訂不到 然後就覺得人家要吐口水淹死我們 但是我覺得你可以提前訂嘛 就提前訂啦 對 後補也是有機會的 就是因為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看 是因為他的菜色真的就是很穩定 然後除了剛好我們講的西絲泡飯 然後其他的筍殼也做得很好 然後他的燒辣 還有點心也做得好 但是我一定要特別推薦大牌吃一個 吃什麼 就是龍蝦不是蝦是龍 對龍蝦 因為大牌吃蝦會過敏 但是吃龍蝦不會 所以龍蝦不是蝦 他的那個龍蝦馬蹄蒸肉餅 我真的覺得那一道菜真的太絕了 超讚的 下次我一定點龍蝦馬蹄蒸肉餅 陶裡軍你答應我的呀 但我真的覺得他的點心真的很好吃 因為我上次吃了一個 我自己覺得 算是我現在吃到腸粉類的第一名 是紅賞脆皮蝦腸粉 因為他的那個紅色是用紅米 他好像跟我說是混了什麼 什麼再來米跟太白粉 然後做成米漿 然後他就是裡面會放一些白蝦仁 西芹丁跟酒黃 然後做出來那外面一段上來我就覺得 這顏色真的很彈性 它的顏色做得很好 當然我覺得腸粉本身它的功力就是在 所以做起來就是好吃 不會讓我覺得爛爛黏黏的都不會 就是脆 然後那外皮很輕薄 後來真的很好 我只能說 而且我覺得它的叉燒肉也好好吃喔 對 就跟脆皮雞一樣啊 就是我覺得 我就說了像米仁芳 八五甜蝶他們的脆皮雞都是做得很到位 這沒有話講 就是你點了就不容易踩到雷 因為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怎麼會點到脆皮雞有時候不好吃 我說它就因為它沒有維持一定的水準 但吃螃蟹我也不過名啦 所以要特別講一下花鳥蛋白蒸花蟹 這個是它的招牌非常好 它還有一個就是餃子是江南素餃 這個素餃它也做得很好 它因為它是用那個北菇 我記得是北菇比起紅蘿蔔青菜青江菜 然後它把它做成一個透明 就是你看到那個上座的時候 它這些東西都包在一個小包子裡面 像是一個小小的珠寶盒的樣子 這個做得很好 這個豬從小角的角度 但是我一定要講 就是那個剛剛大牌講的那個蒸蛋白 因為它那個蛋白真的真的非常的好 因為它有一個蒸肉比很好吃 就這個嘛 我看一下 就只有一根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就是它那個花雕的香氣 真的是 就是因為一般很多蒸蛋白 因為蛋白是容易硬的食材 沒錯 可是它蒸的就是軟嫩 然後就是感覺像吃豆腐 或豆花的那種感覺 然後入口一縮 就是整個然後連醬汁的味道 一起融合在嘴巴裡面 那次就是那道菜也是非常感動 而且這道菜呢 單吃或配飯都很好飯 但是就是太下飯了有點罪惡 是不是 你們不覺得嗎 他們每次都說 要不要來兩碗白飯 然後我就堅持不用 但是其實就是真的 我覺得如果說你真的很能 就是食量夠大的話 真的配飯真的會是非常非常棒的選擇 它的很多菜其實是真的要控制 不然的話一定會很想配飯 然後他們家我覺得有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精華小滿漢 就是前面的那些小鹹菜 那些小鹹菜我真的覺得 那叫精華小滿漢 對 因為有時候你不知道的話 就上面那一道全部一桌子 就是前面圈排滿的 是這個吧 不是 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種 小小盤的小小 這個這個這個 這些小小的東西 那因為每一次 因為他們特別把那個 以前在福華飯店的一個 專門做涼菜的師傅 因為通常像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說 餐廳其實對涼菜不是那麼重視 沒錯 前菜嘛 就是他們精華圈 就是特別強調涼菜這一塊 那其實他們那個涼菜 其實就有點小兵力大功 對 做得很好 真心的非常好吃 那以前那個經常 就是做那個 就是涼菜的時候 也是常勝君 好 吳師傅 你聽到我們讚美你了 下次該少的都不能少 好 今天謝謝兩位的分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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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